杰迪鸾寺位于泰国青莱府青圣县以西 始建于太北兰娜王朝 帕亚圣浦国王时期 约为公元十四世纪中期 佛寺内重要的建筑遗迹主要有 主佛塔及主佛堂 均面东而建 主佛塔与主佛堂南北两侧 各修建有两座佩塔 琉璃墙环绕四周 并设有门牌坊 围墙东西北三面 均较为残寸 主佛塔为中顶式佛塔 建在八边形的底座上 是青圣县最大的佛塔 经过三次考古挖掘发现 主佛塔曾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修建 第一个时期的佛塔规格较小 第二个时期的佛塔规格开始增大 第三个时期则主要是巩固佛塔底座 在主佛塔的东面 遗留有砖砌四边形佛堂 该佛堂的主要支柱 由一块巨大的石头铸成 此外 在考古中还发现了重要的宗教圣物 如烧瓷佛牌 佛像 太北哈里奔采王朝时期的陶器碎片 青莱道攀窑制作的幼稚陶器碎片 青莱问贾龙窑幼稚陶器碎片 中国明清时期陶器碎片 以及石碑雕 烧瓷前臂等等 以上 吉兰 我 都 恚人 为 我 温